国际消息在平安夜加萨地区依旧不平静 以色列持续发动了空袭 导致加萨中部马加奇难民营遭击重至少60人死亡 这是以巴冲突以来中部地区遭到最致命的一场空袭 画面中可以看到有大批的伤患涌入了医院 加萨卫生部门就表示这冲突至今 已经有超过两万名的巴勒斯坦人死亡 而以色列也透露过去一周的地面战当中 有15名的以色列士兵丧命 双方的冲突如果持续死伤人数只会继续增加